義輪激石 回來到第三節的義輪激石 今天的家伐列キャバリ亞 從去過后 他會 早兩星期提了 這個歸英倫 今個星期我們就 不再講歸英倫 我們就簡介另一個 本土論述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理論中心 我想 到目前為止 他整套理論最齊的都是 陳雲國師 陳雲國師的香港成邦論 成邦論 我覺得 無論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如果講的事實 我相信 2010年之後 對於香港 尤其是年青人 我認為是第一套 真是諸書立說的 所謂本土派派派派派 真是一個有完整論述的 本土派派派派派派 相對於民族論 或者歸英倫 都只是一堆文集 他是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 即是沽默論 你同意也好 其實這個是事實 他是有一個完整的論述 對於年青人的政治思想 一個啟蒙書籍 當然是啟蒙不到我 但是 你也要給他自己保護一下 先打個頭盔 雖然啟蒙不到我 但是啟蒙了很多年青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講講他們 怎樣都要 不過這樣 我要給自己一個孤導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通識流 流的眾主持裡面 我最早 認定了本土派 會成為這個 知道嗎 會成為一件事的主持人 因為早幾年大家都覺得 這些人是不成氣候 嗯 localism 會提供問題 對啦 真的變成一件事 對 好 我們說回 我已經自我將虛緣了 喂 是這樣的 首先帶回我的頭盔 香港情緒系列裡面 提及到的所有論述 我們都是一個轉述角色 論述的內容 並不代表中港台 和當中所有節目主持人的立場 事實上我們各人都只會為自己的言論和信念去負責 對啦 轉述 OK 轉述 原諒投債有主 不要吵我仇 OK OK 正式開始 那 就 當時陳雲寫《成邦論》的時候 是 一零年 初版好像 初版還是一年 原來已經這麼早了 一零了 好厲害 那 當時是沒有 其他本討論述 即任何本討論述 其實是未興起的 我想 大部分人都是很 被稱為一個大中華交 我想 其實應該這麼說 如果真是 老實實 呃 呃 《成邦論》裡面說的主要內容呢 呃 曾幾何時呢 都是香港人最 對於 握得緊那幾樣東西 即是 差在什麼 差在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呢 呃 的確是這樣 你在近 即是在梁振英上場 之前呢 絕大部分香港人呢 是會同時認同自己有中文身份的 那這個你可以說 就是近這一兩年 近這兩三年 即是在香港 特別是在 較為年輕的那批人的 的 即是那個 那個的 的身份認同上面 有些根本性的革命 這樣 那這樣 那大陸《成邦論》裡面 主要說的話 呃 坦白說 如果真是 真是 堅持 貫徹 落實《基本法》呢 這個題目應該是有齊的 照計 如果落實就是 如果真是有做的話 那麼 大家都知道 落實法律的時候 中國最流行就是 令到那條法律 那條法律的字的解釋 忽然間跟我們的理解 不同了 是啦 沒錯 OK 那就 陳雲呢 他首先在 有一些背景裡面 講到 就是說 一般呢 一個 Pro-China的 理念裡面 就有幾個前提 首先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 那 另外呢 就是 中國是一個 掘起的 一個 缺乃勢力 嗯哼 還有呢 一些人都認為 香港的成功 是基於 中國對香港的 支持 嗯哼 嗯哼 那 結果 如果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不好 香港就將會在一個 在發展的中國 被邊緣化 嗯哼 這個是大部分 這個是陳雲所說的 大部分 所謂 呃 大中華家 或者一些親中國的人 他們的概念 嗯 那 就 但他提出一個問題 那麼他就說 呃 就是經歷過 就是由49年之後 是 所謂 解放 括著 解放 括著 解放 就是解放這個中原之後 是 括著解放 呃 中國是變成了一個 跟我們鄉里 理解的中國不同 嗯哼 大家都知道 過去幾十年 發生過什麼事 東方洪 太陽 生 中國 處遼一個 毛澤東 某 disabilities 是 OK 演唱紅歌 是 уб 史 probably 他在中國上面描述為 прив 對着 fellows 尼個中國民族情緒 達到軒ಠ 什麽 Marsh 真的嗎 對 OK,繼續吧 有九個原因,包括國際一位骨肉、受害者情易結、生存空間緊迫、喪失領土的憤恨、對國制度而的不信任、工業紀律社會、中產階級心靈狹窄、大企業家的愛國衝動、還有一個企業生產力迅速增長但大量青年就業困難 他覺得是當前中國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 他把這些東西列為一個會令中國軍國主義崛起的因素 中國軍國主義? OK 所謂國際屈辱就是到現在可能很多人都 甚至是受害者情易結和一個生存空間壓迫,喪失領土的憤恨 甚至到第五條他說的國際道義,不信任國際道義 這些都是一些可能根據在晚清的時期,開始的不平均跳躍 所謂的不平均跳躍 是 覺得比西方的列強去到恨 是 生存空間壓迫就是說第一島鏈 是 這些東西是我教的 我這樣理解而已 但沒問題 不代表國師的概念 OK 這裏不會在一個城邦為領教的東西 再加上一個對國際道義的不信任 是 那 就 所以是會令到 這些概念是一個中國政府將 在教育裡面 向他們的下一代 去教他們下一代這些概念 是 令到他們大部分人 是有一個排外的思想 嗯 那 這個情況會有點像 我想 大政後的日本 是 大政復環 不不不 大政年期 即是 30年代中期 是 是 是 即是 即是有軍國思想的時候 他覺得是一個在醞釀軍國主義思想的事 OK 好 那 他就說 最終是會導致 造成一個叫做國家社會主義 嗯 或者所謂的軍國主義這一類型的概念 是 即是極右 其實是 是 那就會對一個 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的其他國家 地區 就會進行報復 或者侵略 嗯 嗯 那 在大部分大中華家 即是所謂大中華家的論述裏 中國民主化是中國的其中一個出路 嗯 但是陳文已經 但是陳文已經 將 中國民主化 視為一個 更加大的威嚴 嘩 這樣 好像 茉莉花革命之後 中東不是有很多 推翻了毒素的政權 但是 接著 出現了一個民主國家 嗯 有沒有印象 你的茉莉花革命 是 不過這樣 即是 講真一句 現在唯一一個 還可以維持民主國家 只有一個 格尼西亞 其他 全部變成 伊斯蘭教法的國家 嗯 那時候 是未有茉莉花革命發生 但是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嗯 一個 即是 那些人 一個民族 在他們本身的文化背景 或者他們的概念 他們整個民族的認知裡面 是沒有憲政 沒有民主 沒有 這些所謂 是西方先進概念的 民族和國家裡面 嗯 你不 他們往往 即使有一個民主的憲法 民主的系統 嗯 他們去到最後 他們會用 最民主的方式 放棄民主 民粹 民粹 即是 轉民粹 變成普遍 就像剛才說 伊斯蘭教法國家 是 他們都是由 他們自己國 的民族 用一個最民主的方式 選出來的嘛 很多都是 是啊 這一種就是 他們所說 即使中國民主化 嗯 中國人依然會選擇 這個方法 OK 走這條路 OK 嗯 跟著 他對於 這個 就是 等中國民主化 以及一些大中華 思想的角色 我先說過這條路 嗯 因為其實我們看了大半盤 所以我看不前 不不 繼續說 所以如是者 他引誘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 他提不出的 背景 對前設 前台 然後他就說過一些 成邦的 過往成邦的例子 以及一些價值 是 成邦是 最早 他提出 就是 由 希... sorry 古希臘時期出現的 嗯 對 雅典那些 嗯 斯巴達 這是 斯巴達 不要引我笑 可以嗎 不是 斯巴達是對的 是 那他就 那他就 那他在成邦裡面 他引用了一個 古希臘的概念 是 即使某一個成 去參與某一個帝國 只要擁有自己的 法律 議會 文官 和法庭 嗯 他就是一個成邦 是 但他也是某一個 帝國的成員 嗯 當中他認為這兩件事是沒有抵觸的 嗯 的確是的 因為我們說在古代 即是帝國概念也 其實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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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帝國之內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區域 有些可能就是有皇帝 有自己的 Empire 都是一個 在西方的概念 和在中國的概念 是完全不同的 即是中國的話 就是皇帝之下 有一堆大臣 即是有中央政府 然後就是軍縣制 這樣去 有不同的 即是譬如說 你講大臣 譬如說 唐帝國的概念 其實是包含了那些繁屬 但那些繁屬 其實就 不是直接受唐朝 去管轄的 基本上就是 等他們 即是 即是怎樣說呢 那些繁屬國 就會走來找 那和大臣的天使 找個祝福 我就回來了 你就是這個地方 我就是皇帝了 這樣 那你們就連連你朝公 那你在裡面搞什麼呢 我就完全不理 總之你就 衰衰來朝 那就OK了 即是帝國就是一個 這樣的概念 即當來大臣 有自己直接管轄 極力 好像你這樣說 有郡縣 即是 主要在中國歷史的概念 都是一個 很中央集權的概念 宋朝過後 就開始 越來越像是這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其實在中原以外 其他民族 例如 你講北邊 你講女真 即是他們開始 文明的規模 開始可以 跟漢人 去比美 你想一下 寧 金 即是他們雖然文明的水平 雖然文化雖然沒有那麼高 但其實他們 都有一個 即是他們自己有個 國家體制的東西 裏頭 天真不差 效率很高 即是當然 他們更加 自近就是 他們真的是戰爭機器 他們真的 那 剛才我所說的 城邦這個概念 是 他 apply了下去 香港 apply下去 文國時期的 租界 包括上海的法租界 以及一個 即是他們覺得上海都是一個城邦 法租界是 法租界是一個城邦 OK 好 繼續 即是 這個地方 被參 香港城邦 是 被參與中華帝國 是 但是 依然擁有自己的法律 是 依然擁有自己的議會 民官 和法庭 是 再加上 有自己的貨幣 護照 是 郵政 海關 國籍 還有一個國際組織的體育權 嗯 那他這一句就說 雖然中國並非聯邦制 但是 香港這樣有的權力 其實是比聯邦制國家裡面的自治州 或者自治市 嗯 權力是更加大的 是 那 他再將 古希臘的模特兒 套回香港用 是 古希臘的城邦 每一個 雅典 斯巴達 或者一些 有些 沒有出名的 那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 以一個 衛城 為中心 衛城 即是 英文是 C-I-T-A-D-E-L 就是 總之是有一個 Citadel 好 Torneau Trump 得慈先 有沒有機會再說回他 好 以衛城為中心 那衛城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整個 那個城邦的核心 是 周圍呢 周邊會有城區 嗯 嗯 呃 在外圍呢 就是一些鄉村 是 跟著就去到一些無人的地帶 是 那他將這個模特兒 托入香港呢 就是說 香港的中心 是維多利亞城 即是哪裡啊 維多利亞城 呃 維多利亞城啊 由西環去到灣仔 哦 西環去到灣仔 就是維多利亞城 以前說的嘛 對 哦 不好意思啊 我想不會找一個人出來說 好 OK 繼續 所以你要很聰明的 要聽這些東西 一聽就聽維多利亞城 我已經明白 他已經想說些屈的了 是嗎 即是誰要說什麼 對 自己說的是維多利亞城 就是這樣 可能叫做香港城 是啊 就是 因為過往 在九七之前 呢 依然是有出現 維多利亞城 這個名字 是 香港的首府 的 什麼啊 有 有 在某些 所謂什麼 什麼 圖鑑 地圖那類 是真的這樣寫的 有看過 維多利亞城 是位於香港的西北岸 即是包括灣仔 和中西區 那裡可以統稱為維多利亞城 或者下次我不如弄一個香港地圖 寫著 而他的中心 而他的中心 就是這個香港性的漢作堂 是 即是在匯豐後面那個建築 就是中心 因為以前 以前香港歷史上 真的有維多利亞城 是 我查到了 Victoria City City of Victoria 是啊 維多利亞城年代 是 這是一個開放初期的東西 又可以叫做女王城 是啊 Queen City 是 那就是 中西區有灣仔 是啊 加班你可以繼續 OK 接著就去 聲揚漢作堂 核心是這個維多利亞城 是 接著就去到城區就是九龍 是 再去到遠一點就是 是 新界 近郊 我們全部是鄉村 我們全部是鄉下居民 那去到鄉村地區 再外圍 剛才就說了一些無人地帶 是 香港透過什麼去過往的 香港政府用什麼去設立哪一部 人地帶呢 嗯 就是包括郊野公園和禁區 嗯 和哪一間禁區 是 禁區到現在都要有禁區 禁區到現在都要有禁區 禁區範圍已經縮小了很多 是啊 但是就 不過你進入禁區都還要有禁區制 都是 有有有有 都是重要的 是啊 有禁區有禁區 山東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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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的最北邊 打鼓嶺的地方 這樣 要這樣開始 是 繼續 那他就 有提出過一件事情 就是 由1842年開始 原來是阿里亞成長在這裡 叫做 南京條約 是 將香港島 割讓給英國 是 沒錯 他就是 認為 由1842年開始 割讓了香港島給英國之後 就擴立了這個叫城邦格局 嗯 割讓了給英國 就變成了城邦格局 嗯 哦 OK 繼續 跟著 還有他有說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一個中國的概念裡面 在理智上 和戰略上 他是需要保持著 令到香港保存這個城邦格 他當時所說的城邦格就是 香港叫和中國不同 嗯 因為他說在戰略上 和一些操作的技術上 中國是需要香港去幫他做某些事情 我同意 但是在情感上 和戰略上 他是不希望香港作為一個 他不希望香港這個城邦格 繼續存在 嗯 中國是希望香港和其他中國的地方是一樣的 完全沒有任何分別 這個我真的不太同意 這個我真的不太同意 這個不太同意 我會看到 在那個 有看到 國際屈辱 受 和喪失領土的憤恨 嗯 嗯 對於 中國民族主義來說 這兩 香港的獨特存在 就是 觸動到他們這兩個情感 嗯 就是認為香港不同 就是因為當年割讓給別人 嗯 喪失領土 還有覺得打輸了是一個屈辱 是 嗯 首先 嗯 在十九世紀開始 嗯 兩個交戰之後 會再簽署和約 然後再談賠款 各地這些東西 是 真是一個國際慣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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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你打輸了 你要各地 你要賠錢 很正常的 嗯 我想不到有任何屈辱可言 其實 不是是屈辱 對於中國來說是屈辱 因為我真的打輸給你 打輸給你已經是屈辱 你不可以這樣去看 OK 因為 在民族的主義來說 這真是屈辱 就算如果不是 德國第一次第下戰衰了 他不會第二次第下戰複出 你又對 是啊 如果他真的覺得不是屈辱 喂 沒有希特拉出現的 希特拉就利用這種屈辱 但是他 其實德國的情況會不會不同呢 因為他們 就是 納粹主義出現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 一戰的和約 真的簽得太辣 那是一樣的 那你第二 如果你南京條約 簽的和約 都是辣的 不要說不辣 喂 到去之後 所有不平等條約 那些條約 根本全部好小辣 如果是真的來說 算分 又要各地的陪伴 叫做當時的國際關係 當時的國際關係 對 我贊成 你打輸了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成王敗扣 但你不能說 這種不是屈辱 對於那個民族來說 不可能 他一定記住 還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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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你為 是啊 是啊 那繼續吧 繼續說回成方論 他同時出現 有說過 兩個 在歐洲那邊的 成方的例子 一個是基赫 一個是 漢薩 基赫就是一個 他說過往是一個 被拜知名帝國統治的地方 哪裏 基赫公國 基赫公國 是啊 那就 那本來是 派生大安排 統治的地方 是 拜知名帝國 然後就 基赫 痾 痾 糟了 我忘了再說話 然後就是因為一些原因 這個地方就是消失了 就是這個 他認為的成方國家就消失了 因為戰爭 然後就 後來就被拼入俄羅斯的一部分 因為 因為 是在沙皇時期拼入的 嗯 沒有記錯 嗯 那 那 沙皇時期也實施了很多 所謂的大俄羅斯的政策 就是凡斯埃夫政策 今天也想做 普京 那這件事就令到基赫本身 他所說的成邦格局就不再存在了 你說一下基赫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 他是這樣 但是基赫今天作為好客人的首都 他固然當然不是成邦 因為他已經是一國之首都 甚至是一個民族國家的首都 是不是 但是他其實沉迷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說 現在的一些共和國和一個成邦國 是有分別的 當然 所以他就說基赫不能作 就不再是一個成邦 那他對香港要成邦化有什麼啟示呢 香港的成邦化有什麼啟示呢 就是 站硬 在一些本土立場上 他認為要站硬 是 OK 然後 經濟上就不再盡量避免依賴這個中國 嗯 因為其實在經濟上 的確是 香港是同 怎麼說 中國需要香港為他做 處理某一些他做不到的事情 嗯 那他怎樣看 譬如說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 經濟 其實 只知道 香港 上面的人 其實是有一個自由 自由選擇 他和 什麼人 合作做生意 以及 在哪裏做生意 以及 和什麼人合作 嗯 那如果 其實你說 香港 與中國的 那個 叫做 經貿 很密切 其實會不會 都是一個自由經濟的結果呢 其實 香港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密切 就是 某程度上 即是在陳雲的論述裡面 這一點是一個 中共刻意造成的結果 哦 他有提到一個 即是他有提到 香港本土意識的形成過程 嗯 他也有說到 其實當時英國 也有令到香港 需要依賴英國的 但是他依賴的是 技術上去依賴 而不是經濟上去到 依賴英國 那 所謂的技術依賴是怎樣呢 英國是 是有輸出到很多東西 但是 好像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沒有政治人才 這些東西 其實也是 它 是英國政府 當年刻意去做 造成的 嗯哼 令到 嗯哼 即是 他不會主動去到 教你們做這件事 哈 但是 你要學 他也不會阻止 哦 他就不需要阻止你的 意思就是 他在一些最主要的 政府官員 最高級的官員職位 那就是由這個 英國的外交部 或者殖民地部 就任兵了 那其實就 其餘的 你喜歡 你喜歡 你喜歡學的 沒有問題的 不過你學的 你也做不到的意思而已 他有提過一件事就是 即使你好像一些 政務官 當年會去英國 去到修讀什麼 修讀 修讀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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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讀政府 公共民政 但是 其實這大部分 都是一些短期的課程 而那些課程 最多只能學到技術上的東西 一些可能在決策上 又或者 一些很政治 和一些很英式的政治經驗 其實這班 所謂浸過鹹水的政務官 也是學不到的 因為 坦白說 我不相信 他去那裡 度假幾個月 就回來學到了 對了 他今天提到一件事就是 英文教育 是一個工具式的英文教育 嗯 即使 很多人 可能英文很好 他也只是限於 在公務上處理 他不會教你 至少就是 英國文學 他是不會 要你修讀的 在香港 不過當然 香港 殖民地 自己的精英 就真的會讀英國文學 例如誰呢 陳方乾生 還有 葉劉索義 如果 你真的要學習文化上的英文 你真的要說 讀英國文學很重要 如果你說得對 因為香港人學英 一向是工具的英文 主要是寫工文 會聽會講 這跟香港的歷史本有關 但是同一時間 就是這樣 在香港的那個 中文的課程裏面 是一向都不含中學文學的 是現在這個PK特區政府 就把中國文學拿走出去 不得到泛文 就把中文好像英文一樣 工具化了 這個是一個挺過癮的事 這個 對 所以 不過其實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其實 所謂成邦論的立論 他就基於 我們知道今天 在中國 在共產黨的治下 就 我們當然知道 創造了很多憤青 這班人就有充滿著 這個 中國的民族思想 這個理由就在此不罪 我們都很熟悉 對不對 所以 香港 也真的在各方面 跟中國大陸非常之不同 所以 以香港 也就是我們現在 所覺得 我們現在有的生活 所謂生活方式 或者我們的價值觀 其實是 我們需要珍視的東西 所以 如是者 那 就 我們就需要去抗衡 在香港 被 這個 叫做 現在中國大陸 走的那一套 去 叫做 如何呢 就是在文化上 有一種叫做 同化的過程 就是 這個 我聽到就是 成邦論的一個 就是 我不知道 我希望 沒有聽流 就是成邦論的 一個 就是 他的基礎論述 是 他跟提過一件事 就是 九七之後 是 其實 香港只是換了一個 中主國 是 性質是跟殖民地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同意 嗯 相當同意 他都沒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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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制度 之下 基本上 是轉會 祖國 不是回歸祖國 轉會 OK 轉會 轉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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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一件球衣 對 換一件球衣 紅色球衣 你依然都是 打份工去踢球 沒錯 對 換一件紅色球衣 是 所以 我聽下去 我不知道 其實有時候 我偶爾要看陳文國師的 那些 Status Facebook 其實我自己 有個印象 對於成邦論 成邦論 其實就 我覺得 其實 就真的 其實 綜合來說 就是八個字 這八個字 大家是耳熟能長的 就是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是 真的 嘩 他其實到最後 都是說 真正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是啊 我聽下去 其實就像這兩個 因為他其實也有說到 香港是 不需要獨立 並且是不能獨立 是啊 因為他說 不能有獨立 是 他有提過 是說 香港處於中美兩個大國的 我忘記了他用過什麼字 《夾逢之間》 啊 嗯 那 如果香港獨立 就會被兩個大國 就隨便一邊咀嚇了 現在 現在沒有嗎 現在也是被人咀嚇了 現在被人咀嚇了 被人咀嚇了 直接被人咀嚇了 是啊 就是有親美政權 嗯 你說這樣是不是 所以就叫做被美國吃了呢 嗯 坦白說 嗯 你 以拉克那些選舉 可以選一個 可以選一個 不親美的政府上去 嗯 那其實你說 是不是真的 他真的又說 誰吃誰呢 在2015年的國際政治裡面 我覺得是沒有的 不過 依然的概要就是 整天都互為影響 那 你說香港要在一個 國際舞台上面 要維持一個角色 我覺得就可能是 怎麼說呢 就是你可以說 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 叫做 就是 那個叫做成幫論 就不同意這件事 但是就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 under under這個 基本法 或者叫一個 兩隻高暴自治 我們就基本上 就是國防和外交權出去 去給中主國 但是 譬如說 你說你裡面的 政治制度 文官 這樣那樣 教育制度 基本上 就是 這個地方 他自治範圍裡面的東西來的 就不論到 這個 中主國的中央政府 就管 所以 你說 香港不能獨立 就 隨便給一件事 你說 你如果 中國或者美國 隨便給一件事 你問我 我寧願 美國 折迫 還是中國折迫 哈哈 大哥 是不是 你被美國折迫 你還要拉Xbox 你被中國折迫 它可以 禁止 怎麼辦 沒有啊 我要上Facebook看這圖啊 當然現在也沒有 大家 在香港仍然可以上Facebook 可以打Xbox 是不是 那 我對於 盛邦論 先說一下 盛邦論 我覺得 其實在 雲雲 所有的 本土論術裡面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最完整 最有邏輯的那個 雖然 雖然在我的判斷裡面 其實他是 用另一些說話 來去綜合了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這八個字 我覺得他好像很糟 但是當然 就是 陳雲國師 他做出這件事 是他的本事 為什麼呢 因為坦白說 我真的沒想到 可以將這八個字的原則 重新包裝 變成這樣 而且 其實我們 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說 因為陳雲國師 在他的全整論術裡面 其實包含很多其他東西 例如在現實操作上面 例如在這個時候 他 都 多次來講了 他說 要先打死泛民 打死左膠 才跟中共相關 這件事 他的 理論來源 他的 論上是怎樣 可能 我不知道 有沒有其他 算是可以說 不過 anyway 今集已經超時超過很久了 那 我們又走 我想 theory這部分就到這裏 但是 其實 為什麼我忽然會 把這兩件事出來說 對 最主要是因為 是 是 是 香港人 是 為什麼香港人用 是 對不起 不好意思 職業病 要馬上抓人 你不懂英文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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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 香港人在這裡 就是一個香港人 是 是 我們不會希望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 是 終有一天 會被人說 你不能夠被稱為香港人 是 我們不會希望我們從小到大 相信 是 即是被教育 一路相信一路行使的這一套價值 是 會 被剝奪 或者被改變 又或者發現 你生存 你生活經驗的這個地方 是 原來已經不能夠再用 你用的 你一路以來相信的價值 它都 是 繼續 明白 甚至到最後 香港是 只會在歷史上出現 是 你不會再 你不會再 在新聞裏面聽到一個叫做 香港的地方 不會的 香港地震 那麽就會 香港市 是 即是我想 其實 這兩大節目 其實最主要我都是想 真是可能 對 那 讓聽眾 去到 思考 還有 即是 有時間 或者你有心機 是 即是我真的希望 將來會有更多人 去到提出更多不同的理論 是 還有 不同的 實際 即是實際的 如何操作這些事情 是 我是希望社會上會有更 更熱烈的討論 是 明白 那 好 那就 謝謝你 超時太久了 我們下集再說 好 下集再說 拜拜 環球思雲 香港本位 中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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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港台